根据了联合报最新的民调 赖清德以三长支持度持续的领先 那柯文哲的21% 侯永宜20% 显然蓝白河才有胜选机会 那传出蓝营酝酿共退一组的候选人 对抗赖清德 柯文哲回应接触必须要有顺序 第一步要先解决共识 不过国民党呢又不看民调 只要当政的 他说这是哪蛮自合作呢 而立委赖世报也直言 如果还在坚持民调 最后输了什么都没有 这半年来 其实不管什么圈圈合 叉叉配 我想一直是困扰整个台湾社会 一个重要的信物 他没有办法去感动人民 甚至让最后你知道 那个一加一不要说小于二 会小于很 会小很多 像我是主张 台湾宗教要变成内阁制 所以我会强烈主张你知道 恢复那个行政院长的立法院同意权 我们叫格魁同意权 这一定要恢复 目前我们台湾表面上看起来叫民选总统制 其实他是民选皇帝制 其实真正选出来的总统 他不见得是代表最大的民意 但是他只要一当选你知道 赢者全拿毫无自合 现在有下令党 那就是说不要去有蓝白河这样子的接触 我有跟他们讲说接触要有顺序 第一步应该是先解决我们这个政党的共识 蓝白河他们的条件第一不要比民调 第二他们一定要当政的 我觉得是蛮奇怪的 这个是哪一门值得合作 我们不了解邱毅前委员 他的资讯跟发言的依据从何而来 在我本身并没有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不管说是在国会不同的议题 甚至对于执政党的监督 当然在野党都有很多 可以保持弹性的一个空间 赢才有这个东西啊 你输这些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你再真说哎呀我现在民调低啊 我现在民调比候宜高 我一定要当政的 他合不起来 林嘛 林嘛 你了不起立委习制 巴西思习 能做什么 没错在国会有力量 可是没有行政权啊 另外来关心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他提议说 如果将韩国瑜列为国民党部分区 立委的第一名 至少可以增加一百万票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就说谢谢呢建议 也强调充满战力 对国民党加分的人才 他们都欢迎 也预告将在11月来公布 不分区的名单 不过这一回呢 立委王宏威跟刘月兰 他们都认为 现代基层确实是感受到 担心未来投票率偏低的问题 这个策略确实有 号召选民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不分区 至少要让韩国瑜进入安全名单 我觉得赵大哥这样的建议是蛮好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其实明年的1月13号 那事实上是包含总统 区立委跟不分区的立委 那当然 因为现在总统选举的部分 还需要去整合 但是呢我们在 现在在基层也确实有感受到 我们会担心未来的投票率偏低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非常的重要 所以赵大哥他讲到就说 是不是让韩国瑜列为第一名 那我认为就说 在民事上 至少让韩国瑜能够进入 不分区的安全名单里面 确实有助于未来的提升 那个投票率的提升 韩国瑜先生 他的韩粉 其实对他来讲 他是非常的忠诚 那虽然我们看到 但韩国瑜他早在 7月23号的这个全代会 甚至于更早他都已经表示 他会支持国民党籍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但是用他来作为 这个不分区的第一名 来号召这个选民归队 我觉得这是在选举上的一个策略 就好像过去我也曾经在国民党 跟其他政党 有党的一个默契之下 被戒列到其他的这个政党的不分区 一样在那边列为第一名 第一名的确是有很高的一个号召力 所以我觉得对于号召韩粉来归队 应该是有他的效果 苗栗兴的前宣长徐耀昌 之前在郭台铭的造势晚会 高喊下下国民党 而且批评 这个并于批评国民党内 根本就只是这几个人少数在决策 也直接他宣布直接退出国民党 那国民党中常会 今天也通过了考机会提案 确定开除需要常的党籍 好 不过这一回呢 我们也要同步来关心 新北市议会在今天排定 原本要进行施政报告 不过因为呢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请假了 由副市长就是刘和然来代理 不过民进党团在开议前 就已经拉起布条占领议事台 先带您来看最新的现场画面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绿营的议员在强力的杯葛 这次呢 完全就霸占了主席台 可以看得出来 新北市民进党团占领议事台 拉起布条背痛抗议事长 落跑的这个白布条 跟手板来做一个抗议 一度现场气氛非常的尴尬 双方僵持不下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市府人员都被晾在旁边 新北市议长蒋跟黄 在绿营蓝营议员包围下 宣布开会 那要大家坐下来 好好的谈一谈 不过会议虽然是能够照常的进行 但才经过了十分钟 这回就因为民进党议员的强力的杯葛 结果宣布先休息十分钟 民进党议员呢 强力阻挡由副市长刘和然上台 市政报告改用书面 异常持续的真实不相 好 这回真的是很尴尬 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今天大闹议会霸占了主席台 也不让代理市长刘和然来进行市政报告 民进党团更拿出了侯友宜的人行力牌 要求请假的侯市长必须要回来报告 不过面对民进党团在议会上头的抗议 国民党团则是拿出了赖清德的人行力牌 反批没有请假的赖清德是领薪水跑选举 国民党团更直呼拒绝赖清德的黑手生议会 同时呢也呼吁民进党不要再闹了 不要再阻挡异常的进行 好 不过其中最后游淑会 在社群曝光的是侯友宜出席活动室 在台上讲话的第一视角 这个照片当中你来看看 这是侯友宜的脚钱 有一台荧幕 游时会就指出了 侯友宜出席活动现场是没有读稿机的 只有半唱机的荧幕 她也很酸了谁 就是总统蔡英文一直只会读稿嘛 连对人民的感受 对国政的想法 居然都要看读稿机才念得出来 代表蔡英文的脑中没有东西 心中也无情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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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不合理 分人 或者把亚识